中段100天的台铁花东线御礼道复礼路段在修复完成之后 今天恢复通行 台铁表示如果列车通行顺畅 加上有监控设备 明年春节的列车是有机会提升到正常的速度 而花东旅速业者也很期待 东部铁路恢复通车之后 能够进一步提升明年的观光效益 28号一早台铁花东线恢复以往的忙碌 918地震后 中段100天的御礼道复礼段终于恢复行驶 受损严重的东里车站也恢复列车停靠 这100天依赖接驳才能往返北东的台东民众 终于要摆脱可能会接驳不到下一班车的噩梦 安心的搭新自强号到台北 方便啊 这很开心啊 这样子就不会那么麻烦呢 台铁局长杜维特地搭乘第一班 从台北开到台东的太鲁隔号 不到四个小时抵达台东 亲自体验列车已时速80公里 低速稳定通过修复路段和桥梁 杜维说春节期间有机会 恢复到原来的速限正常行驶 如果这个桥梁在这一段期间呢 它是稳定 那我们会逐渐的分阶段的提速 花东两线依赖铁路带来最多的观光客 元旦和春节的定房率 在东线铁路恢复通车下 可能冲到九成以上甚至客满 而且还有刺激明年花东两线观光的效果 从花莲的中南区一直延伸到台东的北区 这块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的廊道 那因为铁路不通之后呢 对于这个的中南区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我们未来的二二八假期 甚至未来很快的要进入三四月的 这样的一个旺季 那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输 当然对旅数业 我们是非常的期待 台铁强调预理到副里路段的铁路抢修 提早八十天完成 但还是会持续监控 修复路段和桥梁 确保列车通行安全 记者温家凯 张明哲 花莲台东报导